狂飙中成长的扮演者 屈诈诈 少有人知道的是 屈诈诈的老公是黄海波 两人在一场聚会上 相识 而后相恋 黄海波事件闹出后 屈诈诈并没有选择抛弃他 而是无怨无悔养了他八年 屈诈诈着实让人敬佩 屈诈诈出生在长春市 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 所以观众在他身上感受到 豪爽性格中夹杂着文艺气息 伴随着狂飙爆火后 大家才逐渐了解屈诈诈 观众都知道他是一位演员 但其实他曾经的梦想 是做一名舞蹈老师 屈诈诈的妈妈在一处剧院工作 因此他逐渐爱上了跳舞 父母还专门给他报了一个舞蹈班 一开始练舞是非常苦的 为了心中的梦想 屈诈诈咬牙坚持了下来 屈诈诈的先天条件非常好 大长腿 身材纤细 天生就是跳舞的量 不仅如此 他的舞蹈天赋还颇高 高中毕业后 为了追求心中的舞蹈梦 屈诈诈选择报考北京舞蹈学院 在这里他接受了更加专业的培训 舞蹈水平有了更大的提升 专业成绩在班级里 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当他看到影视中的明星时 他才幡然醒悟 原来自己喜欢的并不是跳舞 而是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因此毕业后的他并没有去做舞蹈老师 而是找了一份平面模特的工作 那段时间是他最放松的时候 工资薪水不算高 但养活自己很轻松 每天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累 也算惬意 以时的黄海波 已经凭借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 石林一角 在影视圈中斩入头角 2003年主演 电视剧福星高照猪八戒 在其中饰演猪八戒 屈诈诈也很喜欢看这部电视剧 他对黄海波充满了好奇 为两人之后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后来屈诈诈又看了 黄海波的其他作品 每部影视中 黄海波的角色形象都大不相同 这让他对演员工作提起了兴趣 演员不仅不需要 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 还能出演各式各样的角色 非常有意思 一个新的想法开始在他 心里萌生 于是屈诈诈开始向着 影视行业进发 模特也是演员的一种 不算跨行太严重 转行起来比较容易 凭借自身的优异条件 他成功考上了中央戏曲学院 相比黄海波 屈诈诈的演艺之路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戏剧学院毕业后 出演了《神探敌人节三》中的 《宁无双一角》 虽然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但并没有大火 不过屈诈诈结诗了原方张子健 张子健觉得这个新人演员的 表现非常不错 就想着提携一下 他也是说到做到 2010年 钱燕秋导演准备继续拍摄 《狄人节》系列影视 为此他找来了张子健 张子健又想到了屈诈诈 于是就将他拉了过来 在剧中饰演狄人节的 《侄女如燕》 之后张子健的每节一部戏 都会拉上屈诈诈 以此来提携他 屈诈诈才得已在影视界站稳脚步 彼时的黄海波 已经凭借《新上海滩》 《咱们结婚吧》等 知名影视作品 人际大渣 成了圈内的红人 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另一个是圈内当时的名人 似乎他们的命运不会产生交集 可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一次偶然 两人相遇了 娱乐圈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在圈中待的时间长了 自然会走到一起 有次圈内同行聚会 屈诈诈发现前面 那个人的侧脸特别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于是他快步走上前去 原来这人就是黄海波 内心虽然非常激动 但他并没有就此表现出来 他怕给黄海波留下不好的印象 只不过黄海波对 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也觉得非常有趣 两人在交谈之中 黄海波传授了 屈诈诈一些拍戏的经验 让他受益无穷 直到聚会结束 两人还都意犹未尽 就相互留下了 对方的联系方式 约定以后有时间们再聊 二人的缘分就此结下 他们在之后的接触中 越发跟对方觉得投缘 关系也是逐渐暧昧起来 屈诈诈沉醉于黄海波的才华 黄海波倾心于屈诈诈的魅力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 高调出席各种活动 大秀恩爱 然而让屈诈诈想不到的是 真正的苦日子才刚开始 2014年5月份的一天 屈诈诈正在剧组拍戏 却突然接到了 黄海波因嫖娼被抓的消息 当即就被惊得愣在了原地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屈诈诈怎么也不会想到 黄海波竟然会因为嫖娼被抓 可是失败在眼前 她也只好无奈接受 黄海波出世之后 名声一落千丈 屈诈诈也受到了波及 黄海波被收容教育的六个月 是她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但屈诈诈并没有因此放弃黄海波 而是选择等她出来 六个月的时间 对于屈诈诈来说 就像过了六年一样难熬 好在她凭借坚强的信念 支撑了下来 黄海波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 红着双眼向她认错 屈诈诈同样眼中满是泪水 什么也没说 只是重重地抱着黄海波 在她耳边说道 我们回家 黄海波无法挽回丢掉的名声 她的事业遭遇了滑铁路 屈诈诈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再加上国内对她们的骂声一片 黄海波决定带着屈诈诈 去洛杉矶 想要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其实对于她们这段感情 屈诈诈的父母是不同意的 但她对黄海波的爱 已经超越了一切 不顾父母的反对 在洛杉矶与黄海波结了婚 由于婚礼比较匆忙 不过对此屈诈诈并不在意 只要跟黄海波在一起 什么她都可以接受 次年三月份 她们返回了国内 这时屈诈诈已经怀孕了 虽然此时她们没有收入来源 可怀着孕匈诈诈也没法工作 只好在家安心养胎 同年八月份 黄海波成功晋升为爸爸 他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这个消息 然而看似幸福的背后 实则满是心酸 黄海波自那以后 事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没有具足感用她 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 屈诈诈的身上 为了撑起整个家庭 屈诈诈只好拼了命的工作 可上天似乎并不眷顾他们 屈诈诈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 不过好在游戏可拍 倒也能够勉强维持 直到2023年 参演的电视剧狂飙播出 剧中的所有演员都因此爆火 屈诈诈也尝到了甜头 一切的努力和心酸 在这一刻 全都值得 屈诈诈向我们证明 女人认真起来 不比男人差 屈诈诈确实是一个女强人 她的成功让人敬佩 热恋期男友锅铛入狱 事业遭受打击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 屈诈诈依然选择 勇敢接受现实 面对一切 夫妻北是同名鸟 大难临头不扶持 她的勇气已经超越了很多人